记者萧芳系台北报道,父亲节即将到来,台视主播林逸如,郭宇忠等人一起拍摄父亲节宣传短片,向爸爸们告白。 林逸如初为人母,他感性感谢家人和老公作为后盾,让他能毫无后顾之忧重返新闻台, 而他也笑说,只要老公推推车带儿子去公园散步,好多次儿子都是挂住两行累回来。 男人带小孩的方式,让他好气又好笑,相较于新手妈妈,资深老爸郭鱼中有二儿一女, 他表示父亲节时小孩会自动自发写卡片给他,不过随着年纪增长,卡片内容竟变成愿望清单, 让他苦笑,只希望他们不要再把卡片当成许愿迟了。 而乌凯文则分享小时候曾问过爸爸的职业,没想到乌爸神秘说,我是007。 让他无奈笑说,害我小时候真以为老爸是特务。 而从小和父亲感情特别好的刘怡涵,则表示父亲节时曾做过好爸爸徽章,贴在爸爸胸前, 他说,身为警察的爸爸,不仅守护这个社会,也守护住我们全家。 主播乌凯文、左企、林亦如、郭愚中和刘亦涵一起比巴,感恩父亲节到来。 台式提供